很多朋友會有疑問 為什麼我現在還不回中國呢? 為什麼我可以在斯里蘭卡蹲這麼久呢? 不是因為我不想回去 我也很想回去 主要是不能回去 現在唯一一班回中國的航班 機票大概是一萬多元一張 回到去我還要自費隔離 回去一次大拿浪費了兩萬多元 在斯里蘭卡兩萬多元 我覺得我可以在這裡蹲一年都可以 我來斯里蘭卡這邊 總共是四個半月 斯里蘭卡的消費其實不高 我如果去本地飯店吃過 這個雞蛋糕大概是10元人民幣 一住的清理是800奴比一萬 回到人民幣是30元一晚 市內交通大概就1元左右 長途交通例如空調大巴 或者是火車 那這些都是十幾二十元可以搞得到 我唯一吐槽的就是網費會比較貴 每個月大概是4-50G的流量 那網費會交到我的手震 20年所有計劃基本上都泡湯了 我現在暫時都是繼續留在斯里蘭卡 希望疫情早點結束 那就可以繼續我的旅程 你呢